路口健身器出拍到 行人穿越馬路 卻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差點就被左轉的機車撞上 場面顯像還生 根據交通部統計 一百一十三年一月到五月 臺中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比去年同期減少二十六人 下降約百分之十八點一 但其中行人死亡案件 卻是增加七人 因此臺中市警局配合九月交通安全月 將採分層分年齡分重 推廣人本交通的停讓文化 不僅開車或騎車的駕駛朋友 要依交通法規行駛 行人也必須依照耗制和標線走 不能貪圖方便就不走行人 穿越道違規橫越馬路 而且行走過程也必須注意交通狀況 不可以使用手機 如果違規遭取締 也會被開罰新台幣五百元 倘若是釀成事故 不單單是荷包濕血造成受傷才來後悔就來不及了 只要試繩 已經撞擋了 趁緊住